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OPPO家的充电器咱们前面测过一款 双口100瓦的淡化家 那款充电器功率有的虚标 但是内部做工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充电器我在海鲜市场淘的一个 盒子有点旧主要是便宜 这是OPPO家的80瓦的一个淡化家的双口充电器 像我们这种小博主啊 好多人发消息说我是给厂家打广告 我看到这种消息我就是哈哈大笑啊 像我们这种小博主没流量粉丝又不多 哪个厂家来找我打广告呢 喜欢我的视频和频道的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咱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这一个OPPO的80瓦的淡化家双口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由于咱们是在海鲜市场淘的一个充电器 盒子的话有一点点旧啊 这是OPPO Superwalk闪充标识 80瓦双口淡化家充电器 充电器和数据线的图片 背面是产品的规格信息 还有一些特点信息 条码信息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吧 充电器和数据线都是装在这个环保的塑料卡座上面 这个是充电头本体 这个是自带的一根C2C的8A的数据线 这是充电器的说明书 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 数据线的话看起来有一点点旧 但是不影响我们做测评 充电器连数据线连包装盒的重量 189克 充电头和数据线一起的重量 139克 单数据线重量 28克 这一个充电头的重量是 111克 充电头的高度 55毫米 宽度也是55毫米 厚度为 28毫米 连插角的高度是 71毫米 数据线的直径是 3.7毫米 数据线护套的宽度是 11.9毫米 厚度为 6.3毫米 护套的高度 16.9毫米 也就是17毫米 连防折断部分的 数料胶套 一起23.6毫米 这根数据线的长度 刚好是1米 不多一点 也不少一点 充电器的表面 圆形浮点纹理的设计 有一说一 这个手感确实很不错 充电头这里 Superwalker的标识 这边还有一个 Superwalker的标识 两个充电口 内部的手片 都是白色 Type-C口 下面有一个 笔记本电脑的标识 代表它是支持PT快充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80瓦 有一个GAN淡化价的标识 这一面 则是它的规格信息 这个充电器的型号是 OSAB7CF3AC 这是它的型号 这个虽然是全球电压 但是它分了两个规格来介绍 我仔细看了一下 110V的时候 PT输出和 220VPT输出 都是一样的规格 不一样的 只是它的双口同时输出的时候 有一点不一样 110V状态 双口同时输出 12加30 或者是12加55 220V状态 双口同时输出 是15加30 或者是15加67 就这一点不一样 其他的它的小规格 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是制造商信息 这里有一个循环十年 3C认证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双路绝缘 室内使用 充电器的外观 和数据线的外观 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 实际的充电测试部分 由于这一个充电器 是OPPO家出的一个 Superwork的充电器 大家都知道 Superwork就是私有协议 所以说我们先看看 它这两个充电口的 支持的协议的情况 然后再来进行充电测试 充电首先的话 肯定是充它们 绿厂的手机 而且两个充电口 我们都要做一次 完整的充电测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USB-ECO协议的情况 读取协议我们用的 OPPO的原装的 8N的数据线 ECO的协议 融合快充 UFCS33瓦 然后高通的 QC3.0 5V 9V 12V 3.6-12V 这个是基础功率 DCP 充电头网的仪表 可以读出 UFCS33瓦 融合快充 却读不出 它充电器内部的 Worker协议 这个仪表 可以读出 Worker协议 这个是它 Type-C口协议 支持的情况 还是一样的 有UFCS 融合快充的 33瓦 然后高通 QC3.0的 5V 9V 12V 3.6-12V 然后PD3.0 45瓦 PD3.0 点进去 固定档位5个 最高20V 2.25A 45瓦 然后这里有一个 S-Walk Max 47瓦 也就是这下面 这绿色的字体 就是OPPO绿厂的 私有协议 首先实际充电测试的话 我们用这一个 OPPO的Reno12来测试 它支持80瓦的 Walk散充 目前这个手机 是没有电的状态 我们先采集的 肯定是它的 Echo的私有协议 充电线的话 就是用的 OPPO原装的 8A的充电线 显示的是 超级散充 这个OPPO Reno12 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 充电曲线图 最高的峰值功率 70到72瓦 只坚持了24秒钟 然后降到 58瓦功率 充了30秒钟时间 然后再降到 53瓦功率 充了10秒钟时间 然后再降到46瓦功率 充了3分钟 然后降到40瓦功率 充了大概7分钟 这个40瓦功率 中间有一个凹槽 咱们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然后又降到36瓦功率 充了大概3分钟左右 后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 33瓦左右的功率 一直在充电 充到90%的时候 它就逐渐的下降功率 从没有电 充到100的电 一共花了41分钟时间 我们看一下充电温度 最高的温度 也就是45度 45度的时候 我们用热像仪也 采集了一下温度 表面温度 大概也就是47度左右 这个就是OPPO的 80瓦的 WALK闪充 完整的一个充电过程 这部手机是OPPO的K12 标配的充电器 是100瓦 我们用这一个手机 来测试 这个充电器Type-C口 它的功率输出的范围 目前这个手机 只有1%的电量 我们直接采集充电数据 显示的是超级散充 这个OPPO K12 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的峰值功率 有62瓦 仅仅是一个峰值功率 然后就降到47瓦的功率 充了三分钟时间 再降到42瓦的功率 充了大概五分钟时间 然后降到38瓦的功率 又充了五分钟 后面就是 大概33瓦左右的功率 一直充到90% 然后逐渐的下降 这个从1%的电 充到100的电 只花了38分钟 这个功率虽然要小一点 但是比刚才Echo 它还要来得快一点 然后温度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最高温度 也就是46.8度 温度的话 跟刚才充电的温度 是差不多的 测试的时候 我们两次充电测试 室内的温度 都是在17度左右 这个充电器 测试完他们滤厂的设备 我们从前面的协议测试来看 它有一个融合快充 它还有PD的PPS协议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荣耀的手机 首先这部手机是荣耀90GT 它支持100瓦的PPS 插上去可以显示45瓦的超级快充 真实功率的话 跑到38瓦左右 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PPS协议也很不错 这部手机就是蓝厂的 Vivo NEO9S Pro家 可以显示Vivo家的散充标识 起始功率 23点几瓦 24瓦左右 也就是UFCS融合快充的 一个起始功率 蓝厂的融合快充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是米家的设备 也就是个178瓦的功率 这部手机就是不支持 PPS协议的荣耀手机 用它来测试华为的手机 也是一样的 功率的话也就是个11瓦左右 因为它没有SCP 也没有华为的FCP 所以说它就走个5V的基础功率 这个充电器对3C手机的兼容性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显示超快充电2.0 功率的话大概是20瓦左右 这一根线材是一个非主流的线材 我测试一下数据给大家看一下 后续拆解的时候 直接把它拆开 让大家看看内部的用料 我们用仪表读出充电头内部的 eMarker信息 显示的是被动数据线 OPPO的方案 供电能力 这里打了一个X 证明这是私有协议的一根充电线 传输速率的规格 也是USB2.0 这下面是版本信息 我们用自详的仪表 来测试一下这一根线材的线组 这一根一米长的线组 为120毫欧左右 这个线组不低了 不过这根线材它是走的低功率 也没问题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 这一个充电器的45瓦烤机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是私有协议的充电器 它的私有协议的峰值功率 也就那么几秒钟时间 这个温度根本就起不来 所以说我们私有协议 也没有必要去拉它的温度 我们就拉它能够持续输出的 45瓦功率的 这个烤机的温度就可以了 这个烤机的时间很久 我们烤了两个多小时 它的温度稳定了 我们才停下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 非常平直的曲线 45瓦的满功率一直在运行 温度也是非常稳定的 我们看一下温度图 温度的话 最高温度也就是51度 烤机过程 我们用热相仪也采集了两次温度 一次是半个小时的时候 一次就是一个半小时的时候 半个小时的时候 最高温度在46度左右 一个半小时的时候 温度就基本上就已经稳定了 一直稳定在53度附近 跟我们用这一个温度传感器 持续测出来的温度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烤机测试的时候 咱们室内的温度是13度左右 咱们现在就是来测试 这一个充电器的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 和纹波的情况 能量转换效率越高 就证明这个充电器的电能利用率就越高 电能利用率 这一个概念不用我来解释了吧 大家应该都清楚 这个充电器它支持全球的电压 用110V和220V来测试它的两个档位的转换效率 这个充电器110V60Hz状态 插电的浪涌功耗0.2W 经过一段时间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待机功耗的话 一直就是0W 0.1W一直在摆动 经过几分钟的测试 它的综合的待机功耗0.1W 5V3A15W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18.6W 这边直流输出15.9W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5% 9V3A27W功率 110V输出30.1W 这边直流输出26.5W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8% 12V3A36W功率 110V输出40.3W 这边直流输出35.6W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8% 15V3A45W功率 110V输出50.4W 这边直流输出44.7W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9% 20V2.25A也是45W功率 110V输出50.6W 这边直流输出44.9W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9% 像是这个充电器225V50Hz的状态 我们插电的浪涌功耗达到了8W 后面的话就直接降到0.4W 我们经过几分钟测试 220V综合待机功耗0.4W 5V3A15W功率 220V输出48.6W 这边直流输出45.9W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5% 9V3A27W功率 220V输出30W 这边直流输出26.5W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8% 12V3A36W功率 220V输出39.7W 这边直流输出35.6W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90% 15V3A45W功率 220V输出49.5W 这边直流输出44.7W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90% 20V2.25A 220V输出49.6W 这边直流输出44.9W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91% 这个OPPO80W的充电器 能量转换效率 我们测试下来 110V平均转换效率87.8% 然后220V的转换效率88.8% 都是88%左右的 也就是说你取电100W只能用到88W 剩下的12W功率 就是以热量的形式散发走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 纹波控制的情况 对我们手机有没有伤害 我们就看这个数据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 Type-C口它的纹波情况 5V3A15W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83.6毫浮 平均纹波78.7毫浮左右 9V3A27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79毫浮 平均纹波是74.1毫浮左右 12V3A36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73.8毫浮 平均纹波在72.3毫浮左右 15V3A4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72.5毫浮 平均纹波在70.7毫浮左右 20V2.25A也是45瓦的功率 这个是我们能拉出来的最高功率 也就是说私有鞋业 它长时间工作45瓦左右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71.1毫浮 平均纹波67.7毫浮左右 现在我们测的是USB ECHO它的纹波情况 5V3A1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64.3毫浮 平均纹波在58.8毫浮左右 9V3A27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54.1毫浮 平均纹波在52.4毫浮左右 12V2.5A30瓦功率 这是ECHO我们可以拉出来的最高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48.5毫浮 平均纹波47.2毫浮左右 这个OPPO80瓦的氮化加充电器 纹波测试下来 它虽然谈不上是极品的纹波控制 但是这个纹波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了 国家规定的纹波是200毫浮 它这个连100毫浮都没有超过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水平了 这个充电器双口同时使用的时候 功率是怎么分配的 这个充电头的文字说明写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这里就不展示了 只是给大家看一下双口同时输出 它会不会断联的情况 我们先接上ECHO 启动它的80瓦的超级散充 C口我们接上一个充电宝 插上机瞬间变零 但是没有断流 变成了基础功率在充电 C口的话走的是PD30瓦的功率 ECHO有线材插着的时候 只能启动30瓦 我们拔掉ECHO的线 然后启动它的45瓦 再次接上ECHO 这边的话没有断连 变成了PD30瓦 这边是5V2A的基础功率 这个OPPO推出的80瓦淡化夹双口充电器 经过我们测试 这个充电器毕竟是私有协议的充电器 首先针对的肯定是绿场的用户 你如果把它当个公版的PD充电器使用 它只能给你45瓦的最高功率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过能支持公版PD的设备 也就是苹果 这个功率给苹果手机 iPad平板和Mac电脑小功率的设备使用 也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的设备的话 建议看完我这个视频再去购买 喜欢我的视频的帖子们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没有关注的点点关注 点点订阅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